据国外媒体报道 最新一项计算机模拟实验表明 20亿年前碰撞地球形成月球的神秘天体 其质量比之前预想的更小 长期以来天文学家猜测 月球形成于巨型原行星 特伊亚 于早期地球的碰撞过程中 这个理论最早是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 研究人员指出 这次巨大碰撞事件形成大量残骸云 最终它们合并形成月球 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测试了 20多亿个组合参数 试图揭晓月球的形成之谜 他们得出结论称 该碰撞事件的关键在于 碰撞天体的质量大约是地球质量的十分之一 研究人员运行了20多亿次碰撞模拟 发现一颗质量是地球质量15%以上的碰撞天体 无法产生我们在地脉层所看到的化学成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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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